哈喽大家好我是露丝 然后我今天刚收工 所以这个头发根根盘的那个头拆下来就有点有点爆 就是然后我就找了个小样子给你压住 然后看出今天有什么不同 我今天穿了小碎花的裙去 没错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 春天到了嘛 然后又是夏天 就那种樱花味气息的东西会很重 所以我就是这个小樱花裙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樱花耳钉 然后就樱花的这个4号 没错我今天还是要来跟大家推荐我最近发现的好物 就是这个李诗德林的果味漱口水 没错就是在这种快要夏天来临的时候 我们连呼出的空气都是樱花味 因为之前也有跟大家提过 我一直在用这个影视镁 所以我对口腔清洁其实非常的就是认真 比如说这个影视镁的这个清洁器 然后还有包括漱口水 因为很多就是就是牙刷平时清洁 口腔只能是部分清洁 然后还有一些角落呀 很多就是就是就是 鸡脚干嘛的地方 这些地方就是得用牙线跟漱口水来做这些清洁 所以就是我带妆的时候在现场的时候 漱口水就会更加的方便 也不会弄花妆什么的 而且李诗德林家的漱口水真的会比较好 就是每次漱口之后 你都会觉得每一颗牙齿都是 嗯 它是滑滑的 就会觉得清洁的很干净 这款果味的漱口水 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和 而且加上它是那个樱花味跟那个蜜桃味的 然后就会很好闻很好闻 就是就是每一次就是就是 竖完口之后都会有一种 呃 唇齿流香的感觉 而且口气清新到什么地步 就是 嗯 反正我每一次拍闻戏之前都会用 我来给你们告一下 大概就是一瓶盖这么多就够了 然后在嘴里咕噜咕噜30秒就可以了 然后吐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是觉得哈 它在于这种非常清洁非常好的那种漱口水里面 我觉得它已经是算特别特别温和 并且味道特别特别好闻 然后这个白天的时候呢 我是用这个果味的漱口水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 我就用这一款夜空的漱口水 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也要非常注意我们的口腔的保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拜拜